的這個 頭腦體操啦 我覺得今天就是大家來頭腦體操一下 那我翻這個字 電 就是 現在這個資訊爆炸 叫我要開一篇文章 我都已經沒有什麼心情 不要 我們開公司都轉來冷卻 就是 何況這些 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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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的事情 好的事情 環境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 這些事情其實 不容易吸引人的目光 我覺得 還是一樣 傳播的挑戰還是一樣 在於吸引大眾的 不應大眾 吸引我們想要溝通的目光 今天 關心和店長的媽媽們很多很多 可是 他真的很 時間非常有限 我們做一個題目 如果我們有一點打到 講到就夠了 一點打到就夠了 今天 我還是覺得那個好人 我一開始講到好人 一篇文章 打到人心 打到他會覺得想要把他傳出去 我覺得那個效果就夠了 就是說 我還是建議大家 在處理 題目 特別是越大的題目 越 不要彈心 或是 越聚焦 越聚焦 用剪法把它剪掉 剪到 就是說 剪到一個 你非看不合這件事情 就 聚焦啦 就是說 大家不要忘了 你今天是讀者 你東西寫好 你拿給你爸媽媽看 你拿給你的 男朋友 女朋友看 那 像每次我老婆都覺得 不寫的東西很無聊 但 我覺得它就是最好的測試 如果 連他都覺得 還蠻想看下去 那我覺得大概就成功了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點還是很有意思啦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那個點 一句話 為什麼它有這種大的標題 這個是 國光石化的報道 就是說台灣 這個 這個點 私募於 來 大陸人來器作 來 來砸錢 到雪甲裡面 去做 那這個故事 也是一個很大的故事 那這個也是一個 海岸浩劫 其實兩千字 二十頁 說多不多 但是你要為 給讀者二十頁 真的是 不容易 或是說 天空浩劫 這幾個都得到 就是在講 佛光石化的事情 那 我還是講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剛剛講的 一祖其實 還 有一點點美目 但是他們 就說 他可能講一個 游浪漫做什麼事情 他切的是管理這一面 那他可能可以 引導出了一個 一個結論 我們叫做 我們發現 這個核電廠 老百姓 他是外魂 但是你這個要有充分的證據 如果你有辦法去證明說 透過你的 這個 我覺得大家很棒 就是說 我們本來 建立 要怎麼切事情裡 為什麼一個好的師父 他可以切成這樣 因為他已經切過 無數個 他已經切過 成千上百次的生命 所以他當然練出好的 切法 所以當然 他各種可能 他都想過了 我們在看一個題目 當然是要 廣泛的去理解說 切出的最漂亮 因為我們 是在做這個行業的人 因為我們是想要透過這個 報導 我們是有 想要透過一個好的技術 去經營一個 不一樣的報導 所以 一個有影響力的報導 那 當然 因為你不是以這個職業 所以你可能沒有辦法 像上週那麼的 犀利 但是 我想 如果我們能做到八十分 大家隨便也 都要六十分 七十分 那我覺得大家就有這個本事 那 一樣 就是說我們把事情 看透了之後 我們切一個點就好了 就是說 對 這 要放一個年假九天 那我們決定要幹嘛 就是 就是 簽簽的點 不要說什麼都做一點 他發現什麼 什麼都沒做 就是說 所以 第一組 其實我聽起來 他其實想要切管理 那管理他會告訴 如果我們可能 收集到一些證據 然後往這方向去發展出 可能觀點 就是說 原來我證明了 我透過我的 這個角度 我去講管理 講到最後發現 他可能是外行民黨內 或是他是一個 嗯 是花錢 請揚和上來 蓋章的這個結果 等等 這個認證其實有種 它是切管理 我覺得這個第一組 切出一個味道 第二組說實在 有一點 貪心的一點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我們看到 假設這個可能 然後 我們又考慮到 台灣再斷層 那 我覺得這可能要 折疑 去談論 就是說 今天 今天 我們要講的是 是千里的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講說 我們不是都要講 我們現在沒有選出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你現在就是說 你可能有三 三個刀 三個方向 你不知道 你可能還沒有把握 那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像 我再簡單補充一下 就是說像我們在上次做 做角度會議 我們也不是說 大家都下來一刀切下去 就活這樣搞 我們也是開 角一會議 角二會議 我們切了四五次 每個人都有看法 每個人收集到的 一些證據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從角度 進入到觀點 好 我們決定 切這個角度 切管理的角度之後 我們進去觀點 我們還是會開 關一會議 關二會議 關三會議 我們還是不斷的辯論 不斷的論證說 這個證據夠不夠充分 支持我們這個觀點 所以它是一個 很漫長的過程 我現在是假設大家練習這個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選項 你不需要選擇一個東西 是最犀利的 你有把握 建立出的 最有票房的觀點 那有時候你切錯了 然後我們切錯 比如說 我們切了這個 輻射劑量 然後我們講到小孩子 然後得出了一個觀點 結論就是說 可能我們 民國什麼 二零五 什麼 二零零年生的小孩 結果會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那個已經離我們太遠了 就沒有人會關心了 就是說 我們找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 一百年後生出來的小孩 他可能就 這個缺 那個缺 或是他的這個DNA 就會改變 可是他有點遠 他就不會吸引大家 覺得馬上要看 那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切 他牽引他會有破切性 就是說 他可能你去調查發現 如果發生核災 台灣剩下三個縣市是安全的 可能這是 他可能是一個發現 發現 觀點有時候是等於發現 就是說你透過這個方式 這是一個binding 就是minding 就是說 我們告訴你 我們告訴你 從牽引你的這個概念 從福島的經驗 從車重遠距離 我們告訴你 你要在台灣 只有剩下 南投縣 草坤 什麼 嘉義縣 剩下三個縣市是 是核災發生 還相對安全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發現 誒 這讀者就會覺得有用 就是說 他就知道這件事情 對他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 所以這裡面 這個計的地盒 可以說說 它可能跟產業的關係 比如說 我們上一周還可能處理 核電這個地盒 我們就會切 它跟產業的關聯性 台系電 沒有做晶片 做這個半導體 做這個磁牙房 到底需要多少 那我們的讀者 大部分都是做經營的 不管是老闆 或是投資人 他比較再度說 到底合適跟我們的經濟發展 跟產業用的店 到底夠不夠 所以可能商業週刊 他去選擇的時候 他可能都不一定會去選擇 這些東西 要證明台電是不是壞 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讀者 可能不是那種 可能我們 這些讀者 他比較關心 他跟產業 那如果今天不是這個東西 他替代的成本是多少 我們產業 他今天在開一個 一個7-11也好 他今天在開一家 一家架工廠 他就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跟他有關的 所以如果我們產 可能像生態之外 可能切 我們會比較切 跟我的讀者的需求有關 那這個生態的部分 可能 可能 大部分的 一些 或科學報導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興趣 或是說一些科服的東西 比較興趣 還是回到你的讀者 在乎的是什麽 來決定 其實沒有 所有的切點沒有對或錯 或是 他可能有一些好 或好一點 但是沒有對或錯 他要取決於你的讀者的屬性 要跟他波通的是什麽 我們今天要跟小梅的波通的切點 當然就不一樣 我們要告訴他 其實 我們要跟他波通的是節能的概念 是你要盡量 節省的去用環保資 就是說沒有對錯 生理圈真的一直有一點 他有一個相對好的概念 但是我也不認為 商業動態切的角度一定較好 但是 我們必須要欺引人 這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 切點當然是回到你的讀者 你要考慮這個切點 當然是 是回到你跟你的讀者的關係 有沒有辦法定合起來 我今天要走 203的前兩個大道 或是走後山 或是走 那沒有說哪一條路 一定對 因為我就是喜歡走小路 不喜歡看到 我就是不喜歡 在大幅度跟人家一起 這是個人的選擇 那每個人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的風景 他都認為是 但我意思是說 他還是要回到你讀者的 這個需求是什麽 讀者跟你的這件事情 取決於我們的角度 會落在哪一個切點 這個不是 他沒有絕對的 但是你把這兩個東西 分清楚了之後 然後 比較不要 就是不要犯了 把角度當麥體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千禧 然後就是說 嗯 我們下一個標題叫 核災之後 我們何去何從 打個問號 而且換位都啊 我 我就是 我就是要你告訴我答案 我看報道 我就是要告訴你 告訴我你的確定 答案 我們不太喜歡用問號標 這些 因為問號 讀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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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到看 東西他想要得到一個 確切的答案 他不要 你幫他提問 就是說 核災之後 我們子生何去何從 那這個題目看起來 我就覺得 對啊 就何去何從 那應該是說 核災發生 什麼我們的 子生 喝不到任何 一滴乾淨的水 或是什麼之類 你要告訴我 確切的 翻譯是什麼 我覺得 我們要這個企圖 去發現一件事情 去 去形成一個看法 我覺得這個企圖 是做一個報道 一定要有 不管你寫大新聞小新聞 真的現在資訊太多了 真的不需要 你只是陳述說 這個很危險 然後發生了之後 大家都沒地方 這種危險 大家不可以控制 不需要再講 那我們不需要有企圖 提出我們的看法 提出對這件事情的主張 那給大家力量 我最後再分享幾個 這個東西 就是說剛剛看到 這個 阿貢 林彈 石墓 這個是上面都還在講 大陸文企圖的故事 那一樣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還是從一個 一個照片開始講起 某一個 還是回到 我一開始講 人的故事 他 他在講說 這個學甲的 我們把它再念一下 他怎麼切進來這個題目 這邊講說 中國前進台南學甲 內幕即死 第一句話 故事從這張照片說起 一張 一張 石墓與器座訂單 這個是大陸人來 跟學甲正 的人 還有三太子的 這個 歡迎大陸人來的一張照片 我們從這張照片 開始的故事說起 這張政治訂單 兩岸五路人馬 瞄準學甲 他有中國官方 台灣官方 地方商人 漁民 中國買家 所以還是從人的角度 我們試圖從人 去把大家的吸引力 講進來 所以這裡面就會看到 開始我們在版面 就要陳述這個觀點 版面就開始這個觀點 標題也在陳述 這個矛盾 這個拼搏 這個收成會不會賺到這筆錢 這個版面就已經在論述 在強化這個觀點 這個上海人來 然後這個台灣人 腰彎的那麼深 去歡迎大陸人 我們再用圖片去講 我們對這個事情的觀點 然後第二個故事就開始 這講裡面的這個小商人 這麼交集的在等大陸人 來簽約的這個場景 場景人物永遠是 最吸引人們去理解一個 不然你說這個政治器做啊 什麼買多少錢啊 這件事情就沒有感覺 所以大概我們 會形成這樣的觀點 那 形成這樣的觀點就是說 這是一張政治令單 到底我們玩還是不玩 那玩的風險是什麼 不玩的風險是什麼 一樣大家很熟悉 這個美麗灣的這個事情 我們那時候做了海岸浩劫 其實我們那時候 本來打算不做嘛 就是說後來我們 我們決定做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切了一個角度 是發現 不是只有美麗灣 整個海岸第一排 有20個海岸的開發案在進行 我們就不是只有在講 美麗灣這件事情 到底是地方政府對 這個法律的對還是錯 我們不是切這個角度 我們是切說 整個海岸線的浩劫 這是我們發現的 原來我們切說這個開發案這件事情 是不是只有它 不是我們 調查發現這個都有 然後我們的發現 其實台灣的海岸正面臨浩劫 所以這個它不是 它不是講美麗灣 但是它是講美麗灣沒錯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不是 我們去切的角度不一樣 那你如果只切美麗灣 它大概就是講 到底是地方政府對 還是明代對 那切的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必須要看 我們必須要去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它是整個海岸的問題 當然 那你已經告訴大家 這是浩劫 對不對